我现在在的是Edivis Dessa Amman Charras的幼儿园 那等一下呢 我会采访他们的co-founder Amanda 来一起探讨我国的幼教潜艇 到底在哪里 老板有话说 嗨 我是Amanda 我是Edivis的co-founder 和Edivis的CCO Chief Calliculum Officer 我想问一下就是Edivis 他已经在马来西亚有37年的历史 可以说的像是教育界的一个老品牌了 像当初你们怎么样说服父母 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你们学校去呢 有什么秘诀 也不能讲说是一个秘诀 就是发自我们的内心喜欢这一个幼儿教育 所以呢我们很注重这个教育的服务 所以呢我们不但给于孩子的服务 也给于家长的一些服务 如果你的服务好的话呢 通常你就有一个好的口碑 这个好的口碑呢就会家长传家长 然后当然啦整个的这个幼儿环境也是要很好 很卫生啊很整齐啊 然后有很多学习的一个角落啊 让小朋友去探索啊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植物角落 看到在旁边那边有灯照着那些植物 对小朋友就对这些小动物啊植物啊都非常的好奇 所以就会有一些探索性的学习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 你整个环境都有一个正能量的感觉 就是你一进来的话你就会觉得整个环境呢是很平静的 让你有一个很平静的心哦 去欣赏你这个学校 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的课程哦 当然你的课程要好啦 怎么样的课程才算是好才能够吸引家长呢 你要时常去研发性的一些课程啊 对小朋友的整个身心灵的发展啊 然后慢慢慢慢家长就可以发现到 哦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哦 不只是学术上 然后身心灵上的成长也是很重要 像Amanda你提到这些都是所谓的教育事业 其实要有进行一个教育事业之前 我相信那个梦想或者说那个初衷 比如说你肯定是对比过中国或者是西方的这个教育理念都不同的对吧 你对这一块都有自己的见解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要分享吗 本地的幼儿教育中心呢 他们的中心理念呢如果不是跟着西方的 他们就跟着东方的一个体系 但是我们Edivis呢我觉得 如果我们只是跟着东方体系呢又缺了一些什么 如果你只是跟着西方体系呢也是缺了一块 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完美的就是我们可以 东西方的教育体系如果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呢 把他们的精髓呢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教育体系是会比较完善一点 就比如说东方人的教育体系哦 他们就感觉到呢 小朋友的幼儿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他们就会有一个理念就是说 三岁定八十 有一句广东话三岁定八十 三岁就定八十哦 你一个小孩子三岁观察到他的行为啊 处事态度啊 我就大概知道他八十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七岁呢我就可以知道你这一生人的一个过程呢 是很成功呢 还是不是非常的成功 西方人呢他就讲零到八岁 西方教育就觉得哦 如果小朋友的潜能啊在八岁之前啊 没有很好的开发出来的话呢 八岁以后呢你就很困难的去开发他们的这些潜能 比如说小朋友的能格的发展啊 情绪的发展啊 社交的发展啊 体能的发展啊 然后还有一些人人的发展等等 如果你没开发到 八岁过后啊 你就比较困难的去开发 比如说那些艺术文化啊 也是一样 就是从身心灵吧 各方面吧 又让他们去社交啊 要接触到不一样的 好像花花草草 因为我看到这个环境 它其实是室内 但是它很巧妙的把室外的一些元素把它带进来了 其实在我旁边还有看到哦 那边还有一个钢琴 Edouis里面其中一个唱导就是必修课就是弹钢琴 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钢琴课给纳入你们的课纲当中呢 其实哦 Tommy不是你一个人有这个 有很多人好奇 很多人都好奇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说 为什么你们会把钢琴哦 纳入你们的证课里面 成为一个音乐的必修科 其实我们的理念哦 不是要训练小朋友成为一个音乐家 最主要我们是觉得哦 觉得音乐的孩子哦 基本上他们会比较聪慧一点 比较有文雅一点 除了这个之外哦 最重要的就是钢琴的演奏 可以很好的提升小朋友的感官的发展 比如说他的视觉啊 听觉啊 感觉啊 触觉啊 体动学啊 情绪的意识节等等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非学术的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小朋友的潜能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幼儿时期的黄金时期来开发的话 可能我们会埋没 然后钢琴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弹奏一个钢琴哦 我们必须要用到小朋友的十个小指头 是 你别小看这十个手指头 因为如果你时常哦 应用你的十个小指头哦 你的手就会很巧 然后你的心就很灵活 所以就会心灵手巧 心灵手巧 对了 如果你时常呢 让你的十个手指头呢 动起来的话哦 你就别担心 你的左脑没开发到啊 右脑没开发到 肯定你的左右脑呢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发了 小朋友会很好奇 你每天都叫我学这个钢琴 学来干嘛 我又没有表演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平台 让小朋友有一个演奏的机会 也可以让家长一起来 见证小朋友的一个学习过程 我好奇 那些小朋友会不会很抗拒就讲说 哎呦我不要我不要学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你想怎样去应对他 恰恰相反 全部都很想要 我们已经半学三十七年了 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来告诉我们说 我不喜欢学钢琴 如果老师没有挑选到他哦 他会去老师的办公室跟老师说 你干嘛没选我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 为什么他们很喜欢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目标 他们可以演奏 可以为朋友伴奏 OK 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演奏和伴奏 只是让小朋友满足一下他的表演力 其实我们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说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哦 我们养成了小朋友的自我示意感 就是他们会觉得是说 哎我原来是可以玩音乐的 第二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感 哦原来我是可以伴奏的 然后不但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感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还可以加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呢是不容易的 自我效能感就是说 你可以完全很好的掌控整个表演的局面 就是说他们已经是非常熟练了 即使他们不看谱 看到家长在前面的时候 他的视觉里面只有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 演奏的最完美的呈现出来 这种叫做自我效能感 我觉得这种感觉给他带到去往后 可能事业上 学习上 工作上 甚至爱情上 他们有更加一个自我一个成就吧 可能就是从小培养起来到大 他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这个也是一种潜能来的 如果你开发了 我告诉你 这种潜能是不会消失的 他会一直援系到你终身 就是小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 他知道他是谁 他知道他可以做什么 他不能做什么 他会很了解自己 当他懂得了解自己的时候 他也会开始学习如何了解别人 但是你看 在我们虽然是做斜钢琴 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学术 但是我们不是强调在学术 比如说在伴奏的时候 他也是要跟他的演唱者有一个学调 有一个配合 就是说我在演奏的时候 我不能只专注我自己的演奏 我也要专注你的演唱的速度 你停的时候我要跟他停 不是自谈 自谈就太容易了 你要伴奏就是你要学会如何跟人家学调 这个才是重点 当你从小就懂得跟人家学调的时候 你长大的时候你的社交能力就很强了 你就会懂得如何跟人家学调 把整个社交的情绪弄得比较缓和 理解了大概课纲 就是有钢琴还有其他 刚你提到一些课纲之外 其实创立37年 Edwis面对最大的挑战 你觉得是哪方面呢 我们举疫情来说吧 过去三年前四年前 MCO这段时间 我相信不只是Edwis 可能还有很多公司 他们都在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没有生意做 那当时候你们怎样应对这个挑战呢 其实一开始MCO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MCO会延续多长的时间 经理会有一点点的不踏实 但是这个不踏实很快就被我们征服了 因为Edwis的文化是这样的 我们的老师 必须他的观察能力也要很强 危机事业也是要很强 要不然的话 你掌控不到整个学校的一个危机感 因为小朋友很多安全事业 我们都要非常的清楚和了解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是觉得是说 这个疫情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都要赶快找手的把这些东西做好 不能让我们六十多间的学校 面临关闭的一种状况 所以呢我们就用很快的速度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online program 网上教学 但是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够面对视频 镜头 他们也会有一些恐慌和恐惧 还有一些担忧 但是我们也是知道 一般上老师大概有一些 比较内向的老师呢 就会有这种状况 如果比较外向的老师呢 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也是有发现到 这样的老师的一种状况呢 我们就提倡富朴富足 我不足的地方你帮我 你不足的地方我帮你 比如说你很厉害在上线的授课 你就帮忙我们 我们就帮忙你做一些下线筹备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大家齐心协力的 一起面对这一次的困境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度过 所以我们大家就大家帮助大家 慢慢的我们就产生的这种互相帮助啊 誓言共享啊 你有的资源我没有的我们就共享 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很多能力的资源啊 我们的时间啊 我们的金钱啊 所以呢在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下呢 我们都可以度过 我们的老师就有一个好处就是 临危不乱哦哦哦 除了我们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中心之外哦 我们也有同收到其他同行 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些危机 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些危机 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 可能很多同行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那些比较小型的 我们就有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卸助他们一下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 online的一些课程 所以就是可以跟这些同行去分享 如果我们的同行觉得 这个online的课程很好 你也可以应用到你的 自己的家长啊 学生啊 的课程里面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是知道有一些 同行的中心 它应该是有一个经济危机 所以呢我们公司也推了一个 GPR100就是 COVID-19 Preschool Reviewer 借助这些面临要关闭的学校 我们会注入一些资金 去帮忙他们重整 不至于他们付出的信息啊 就只关闭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感觉到很幸贵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是说 我们可以帮助到自己 也有能力去帮助到同行 这个是一种荣耀啦 我觉得就是大家生活在这个同一片土地 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又是同行 当你有能力付出的时候 你付出了 人家也接受了 那个就是能量的一个转换 对 在整个事业上面 我觉得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 还有一个变峰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有这种思维是很好的 那么再回到一个非常现实的层面 就是想说环境非常舒服 非常好 在学费方面呢 你觉得说学费方面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区分呢 比如是按照地方嘛 像是Klang Valley一带不同的价位 然后其他 因为我知道你们Saba Sarawak 是吗 也有学校 对 对 价位方面呢 是怎么样算的 其实我们的价位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交易理念呢 我们就一直秉持着 有教无类啊 优质交易不是经济能力强的人的一种专利 我们就希望是说 优质交易可以普及大众 所以呢 我们的交易理念里面呢 我们的收费呢 没有统一的收费 我们的收费都是 是以区域来做一个决定的 我们的乡区有乡区的收费 城市有城市的收费 但是有一些家长会问 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收费 其实我们的收费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课程服务呢 这些的专业都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 乡区的人 如果你的Edwish Center在乡区的话呢 你要他付一个城市的收费呢 他们是很难可以负担取这个协费的 所以乡区有乡区的收费 城市有城市的收费 但是交易体制是一样的 不一样 课程一样 这样子整个Edwish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是什么呢 这两年里面我们的发展很苏信 就是我们几乎遍布全马都有啦 东马 西马 南马 北马 都有我们的这个Edwish教育中心 其实我们的未来发展呢 我们分成三大块啦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面临了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教育的理念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发现到我们本地的好多师资 其实在知识上啊 能力上啊 技巧上啊 都很难去支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体系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会把师资的培训过程呢 放在我们的最优先的一个要发展的 要发展的一块板块 就是我们要提升师资的一个专业化属评 然后教学的一些技巧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当然是希望 开业多越好 就是让更多人有机会 开我们的Edwish的教育中心 让这个优质的教育更加的大众化 普及化 然后我们也觉得是时候 我们就要迈向国际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会成为世界级幼儿教育的领导者 这个是我们Edwish未来的展望 可以跟观众还有是听众跟我们讲一下 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吗 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让你投身在这个教育事业上面呢 如果讲到这一个专业背景呢 我都觉得我有点点骄傲 有点骄傲 为什么我很专业 我从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大学我也是在念幼儿教育系 到了这个硕士班的时候呢 我的论文是幼儿教育 然后到现在呢 我在修着就是教育系博士研究班 也是教育系 就是因为我的专利让我有机会 可以很好的发挥我的教育理念 我呢就做了很多的课程 我做了Edwish的幼儿课程 我也做了Project Based的一个教育课程 给不同的教育机构在用着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我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人 我比较Theoretical的一个人 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去到处分享我的 硕士论文 我的论文也是在写我的课程 嗯嗯 然后我觉得好的东西哦 应该要发扬光大 跟更多人分享 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呢我也有参加很多次的 这些国外的 国际的一个幼儿教育的 Terminal 还是Forum 所以当时候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背景 你是在大概将近40年以前创业 差不多就是 办下这个Edwish 当时候是什么冲着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因为我学这个 所以我想要把它做下来发扬光大 是这个这样单纯的一个理念吗 其实没有这样大的红颜嘛 OK 当初就是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小孩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从小就很喜欢很喜欢教育 到现在还是那么热爱教育 所以你看我到现在还在修着我的博士论文 为什么我这样喜欢教育 因为我觉得教育 是一个社会工作 虽然我知道当初 教育不可能给我带来财富的 在我那个年代 我们薪水是很低的 非常低的 你只能够做一个 省次省用的一个教育工作者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 我就是一面研发 一面教 一面在做这个教育的改革 我没有想到 它会成为一个这么庞大的事业 这个是当初我没有想到的 可能如果当初我抱着这个心态的话 可能我就走不到今天了 就是单纯的热爱教育 但是没有想到坐着坐着就发现 其实它是有 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事业 这样子你自己个人看来 它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它会成功的秘诀 就是说教育的东西 你不能够说当着一个 stepping stone 你一定要很用心的去做 其他行业 可能你就是为生活而做 你需要钱来过活 但是教育的东西不能 如果你没有那个热忱 你又投入这个教育的行业的话 你会觉得身心灵很累 因为教育就是一个劳心劳力的工作 每个老师都总觉得 我们不能够浪费小朋友的时间 我们就讲西方教育讲0到8岁 然后我们的中方教育讲 就是说七岁定终身 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 我时常都很优越的告诉人家说 我要孩子严他扁不到 我要孩子释放他严不到 所以我们的未来的主人翁的整个数字呢 其实是超重在我们幼教的老师的手中 所以为什么幼儿教育失职的培训 我们那么着急 时代不断的在改变 这个教育方式肯定不能够搬回 50年30年那一套 你们怎样去做一个改进呢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怎样去跟父母沟通 因为教育不可能是单方面 一个老师教一个孩子 或者是一个老师对着很多的小朋友 但是父母这一块忽略掉 你们怎样去达到一个平衡的关系呢 家长的一个教育认知问题 其实也困扰着整个亚洲国家的 教育的发展 其实呢 教育必须要以时并进 如果你的教育不能够以时并进的话呢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一个 教育的一个体系 然后全世界他们有一个组织会去评估 你的教育的体系大概是先进国 还是发展国 其实我们国家的幼儿教育 是已经落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整20年 其实我们还是处在田牙市的这个年代 但是21世纪的这些教育的一个体系 它已经是整个教育的一个改革 已经变得非常有必要要去改革了 所以全世界现在的口号都讲着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每一个国家都着手的做着这个教育的改革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呢 也是在做着这个教育的改革 但是政府要推行这个改革 但是这个改革能不能够成功 很多因素来决定它的成功的一个激励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一些家长的认知 会干扰到我们的一些教学进度 以马来西亚来说很多幼儿教育 还是以家长和老师为主导 而忘记了幼儿教育它的本质 本来就是以孩子为导向 如果是以家长呢和老师为主导的话呢 我们肯定是回到田牙市的 为什么老师都是以教的方式 不会以活动的方式 让小朋友自己去探索学习啊 去发现学习啊 去怎样解决问题啊 怎样的去跟大家一起合作啊 就会忽略了很多非学术的一些课程的进展 家长呢一般上呢在亚洲国家哦 家长就会比较注重你学术 忽略了小孩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其实过程是很重要的 在过程中你就可以发现到 小朋友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自己做选择 然后如何有冲突的时候 如何如何跟其他的朋友学调 这些我们都忽略了 然后一般上呢 如果家长太注重你这个学术的成绩 为主导的话呢 他就会忽略了很多非正式课程的一个学习 比如说人文 一般上家长会比较注重你 学生的认知的发展 就是学术的发展 而忽略了人文的发展 忽略了创意的发展 和革新的发展 其实人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创意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创意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去改善你的生活的一个数字 如果人文发展没有的话呢 你也不可能去发展一个优质的人生 就是方方面面都综合 必须要具备到各种条件 来塑造一个所谓的孩子 全方位的一个发展 对 那其实在收看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或是观众 他们本身可能如果说他想要投身到这个教育事业上面 年轻人也好 爸爸妈妈也好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想法 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吗 其实幼儿教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除了把它当成是一个事业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社会工作 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有热忱 你很想贡献你这个幼儿教育的话 你都可以联系我们 因为我们有师资培训课程 就是说你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你想要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话 其实我们会给你一个交流过后 我们觉得你有潜能的话呢 我们就会给你集训培训 就是说你必须要上我们20多个的Module 过后 然后你再去一些中心做一些试习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着手这个事业 但是你不用担心你着手这个事业过后 你还是有一些能力的不足 其实我们Edivist就是每一个月呢 我们一定会有给你一个师资培训课程的 这个师资培训过程呢 我们会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上半场呢我们就会给你很多教育理论 一些心理学的理论 下半场呢我们就会比较给你多一些 一些practical的教学的技巧的一些发展 我们除了有这个师资培训之外 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些评管的人员 会到你的中心做这些教育的评管 就是要让你的中心呢 我们设定的一种标准 好的相信各位听了之后 对于整个Edivist的教育理念 还有他们的方针有一定的方向了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来到这里 谢谢Aminda 谢谢 好 谢谢Tommy 谢谢